你們為什麼會選擇來台灣 是有人曾經告訴你們台灣很漂亮 或是台灣是一個很熱情的國家嗎 不是 訂錯機票 不是 古龍為什麼當時候選擇來台灣 其實是因為我以前就在紐約 所以我會講英文跟西班牙文 然後我會講中文 真的非常方便 如果你可以講話 然後第二個是我看地圖 然後我看到那個台灣 就是很近就日本 大陸 香港 很多好玩的地方 所以就知道好方便 我就去那邊好了 結果我真的非常喜歡台灣人 所以我就在這邊住 我本來是要去大陸的 但是因為我認識老婆 我的計畫完全改變了 其實我是一天我要聽到台灣 我是念大學 我是念地理學 所以我知道 我有研究台灣的歷史 很深入地研究台灣的歷史跟地理 可是我來台灣的目的就是當 義工 在華蓮的玉璃的氣質中心 幫忙一些精神病患的小朋友 OK 棒 說一句比較肉麻的話 我沒有選擇台灣 只台灣選擇我 就是我 對 我在 2006年 確定嗎 確定 我2006年的時候我開始學中文 那個時候我去挪威 然後剛好在挪威 你在挪威學中文 我在挪威跟台灣有所接觸 就第一次跟台灣有接觸就是在挪威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度過難關 一個非常不愉快的就是時光這樣子 然後當時有一個高雄的英雄 一個天使 她叫做Mira 我可以說她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生 她現在住在倫敦 然後她那個時候幫我從這個難關就是拉出來 然後所以就比較好笑的話 當時是因為王力宏唯一這一張專輯 而慢慢的喜歡上台灣的這個熱情 想不到一首中文歌 最清楚耶 對 讓一個義大利人喜歡上台灣 對 就是因為他 對 那凱傑呢 其實我在台灣是很意外的 是 我原來只要去日本 對 因為我 我離開女生的那一年 我是做那個滑雪教練 然後那時候就是滑雪山上 有遇到很多日本人啊 然後我想要去日本 可是 那時候真的沒有什麼錢去 去買機票 然後在那邊生活 然後有朋友在台灣 就是有邀請我來這邊找他 然後這邊隨便打工 然後我沒有想到會被台灣的熱情 融化了 然後就這樣 所以看台灣人 多熱情讓你隨便打工 真的 是真的 結果一待就待到現在 對 聽起來都是有緣分 真的 也很謝謝你們選擇台灣 也希望你們接下來的日子 過得開開心心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來分枝一牆 下次見 拜拜